決戰罷免公投案 罷免方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南下再度相挺 除了先前說 陳柏惟是三菱立委之外 今天更直言批評 陳柏惟的苦行 跟萊豬 毒品 空污等政策 一點關係都沒有 罷免投票倒數最後一天 陳柏惟繼續百食苦行 凌晨四點出發夜襲 連續十天 每天十公里 陳柏惟或許真的累了 看到支持者到場立挺 轟利眼眶 在這一路上我們都非常認真 選後我們也很積極經營 當然是一個期中考 只是我的期中考考不好 直接不見了 一路從下路進營 走到大渡追分火車站 陳柏惟形容 這是一場期中考 不及格就退學 對外界不滿 透過苦行 已經深刻檢討 去的我心直口快 常常造成人家的誤會 希望可以用剩下的時間 盡最大的努力 來彌補過去的錯誤 朱立倫來了 而3Q陣營上午來到物風扫街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再次南下台中聲援 再次把炮口對準陳柏惟 民眾反對的就是開放毒品 反對的就是空污 反對的就是萊豬 那跟苦行一點關係都沒有 從萊豬毒品再到疫苗採購 每點都是針對陳柏惟而來 甚至批評陳柏惟的百事苦行 沒意義 每天只搞政治對抗意識形態 這才是民眾要罷掉最不適任的立委 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台灣最大的在野黨的黨主席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失格 中二選區立委罷名案朱立倫積極回防 畢竟是上任黨主席後第一場選戰 更被視為202藍綠市長前授戰 朱立倫有不能輸的壓力 把握最後一刻催票到底 借中部重道